郭文貝斯,雅雅 各位好 我叫王寶軒 我是臺灣人權促進課的工作人員 就是我們會開始關注這個案子 是因為剛剛這位朋友說的 我們認為居住是人權 它是基本人權 所以不可以因為某個開發案 或者是用多送絕的方式 去侵害人民的基本的生活權利 從臺灣的角度我們認為 國家要發展但一個好的發展方式的最基本的原則 是讓住在這裡的人過得更好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評判的標準 所以如果當我們的一個開發案 就算能夠造成GDP的成長 但我們發現住在當地人的生活 卻因為這個開發案我們過得更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這是一個違反 就是這不會是一個我們需要追求的開發的方式 而這也是在近年來自衛主義侵略之後 國際上在人權跟發展這兩個主要的大議題上面 開始開展出了一個新的方向 叫做以人權為本的發展方式 跟從環境的角度那個永續的發展方式 變成一種現在的現代國家在日常發展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是從這個角度去切入來關心這個案子 所以這是屬於我的自我介紹的部分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位居民也都會再講 他們可以再跟大家介紹他們 但我先簡單講一下 我右手邊這位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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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是在明珠村水尾地區 也就是迷失小熊的展場展示的位置 的花田對面就是妹妹姐的家這樣子 好 那剛剛聽到大家很多期待 我可能沒辦法滿足全部滿足這樣 而且有些人聽過第一場 所以我會盡量的希望能夠在這邊 再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尤其是來到台中 那有些朋友我在前一個場合見過 或是在台北的全國區域計畫工作坊 有些人可能到了那邊 那為什麼要去關心全國區域計畫 為什麼提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想土地徵收 不只土地徵收 或者是都市計畫的重畫等等的 我們一直在講說開發方式 對於我們的居民的生活造成影響 或者說對於好像是在吃乾麻精 它到底是如何的吃乾麻精 它是怎麼樣造成一些損害的 到底這些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透過 淘汰航空城的個案 跟大家介紹一個土地徵收 或者是當一個土地使用方式的感應 是怎麼樣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或怎麼樣讓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不好的利用方式 我們的資源不應該這樣子被利用 那淘汰航空城當然是 現在全台灣最大的一個案子 所以我希望至少就是 盡量簡單的讓大家有一個感覺 了解到說 當我們出現一個新定路式計畫 然後說我們要開發要徵收的時候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們這麼的擔心 好 所以我先從航空人在哪裡 到底航空人發生什麼事開始 嗯 右邊嗎 這樣 好 航空人在這邊 就是黃色的那個區塊 這裡是 這是桃園的地圖 那航空城就在靠海的大園鄉跟蠱蠱蠱 它大概佔了兩個鄉的位置 裡面有20個村落 這是它的村落的分布圖 然後包括剛剛講的 文宗大哥的位置 欸 這個 在這裡 欸 在這裡 那 紅色這個點是可以移植的 對 好 柏林村就是那個文宗大哥他家 那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條八谷路 路珠村就是沒分檢的家 那我們的三個展場 主要是在下方這些位置 為什麼在這裡等一下會解釋 所以它整個航空城 涵蓋了20個村落 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它那個位置 那邊現在長什麼樣子 長這樣子 大部分台灣的土地徵收案件 或甚至是都市計畫重化 現在不斷不斷在掠奪的土地 通常大部分都是農地 就像這樣子 它有聚落 聚落在 但是聚落 會有大片大片農田 夾夾一些比較小塊的聚落 或者說是像這樣子零星的農舍 分布在農田當中 這是非常典型的台灣農村的景致 這是桃園航空城現在的樣子 這個是我們小熊放的展場 那這是當農田休耕的時候 我們居民有撒上濾肥 這個就是當時水圍地區的樣子 它現在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現在的桃園航空城徵收區的 土地利用情況 這張圖就是綠色的部分 就是農業的使用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農地 這個地方中間這塊就是桃園機場 就是現在我們要出國的桃園國際機場 這一塊是在 桃園航空的徵收區裡面的 我們一直叫它廢棄空地 其實它是一塊軍用的基地 那其實它一直到2011年 都還在花錢去整治 所以它其實廢棄的沒有很久 但總之這一塊是當時的軍用基地 本來是空軍的話 也叫大海軍 上面有一條非常完整的跑道 所以兩個機場的附近的土地 那大部分是農地 實際的 那當然有一些零星的住宅 還有一些商業區跟工業使用的地區 實際的數字是怎麼樣 這是它打算把 所以現在我們的政府在這裡說 它要蓋一個桃園航空城 它走的途徑叫做新地擴大都市計畫 也就是說它要把那一個充滿了農地的地方 變成一個所謂的都市 什麼叫做都市 它的規劃大概是 我打算在這裡有一個機場 這是原本的機場 我打算在機場的上方蓋一條第三跑道 在右邊這邊擴建自由貿易港區 在底下擴建一大堆的產專區 就是產業區 咖啡色的部分 然後再有大型的商業區 紅色的部分 以及一大堆一大堆的住宅區 就是全貨店建立 這大概是它打算在這個地方做的事情 什麼是都市 都市是這樣 這是台北市 發展的成功的都市 也就是說你們剛剛看到的一整片的農田 那個可以當作我們生產資源的地方 要被他們變成這樣子的使用方式 一個對於土地利用強度非常強的把它長這樣 這是成功的 或者像這樣 這是高雄的產業區的樣子 它也是一種都市 裡面變成一個一個長吧 但很清楚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地形會有很明顯的改變 這是它成功的時候 這是現在桃園航廳的樣子 所以它就是把它 如果它成功的話 就是打算變成剛剛那兩個 灰灰的東西 建築物的水利叢林的樣子 如果它失敗了 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哪裡 有人可以猜出這是哪裡 有人說高鐵對不對 這是桃園高鐵清普特地區 就在隔壁 有一個很明顯的失敗例子 當初這一塊大概才一百多公頃 當初就是說要變成 你們剛剛看到的那個土石的樣子 結果失敗了 然後就變成現在什麼樣子 就是農田沒有了 全部都成了建地 未來不可能再回復成農田 但是又沒有人要使用這塊土地 因為沒有需求 所以就放在這裡 好 所以這是我們政府到底打算在台灣航空城幹什麼 他打算做這件事情 那這些一些背景的資料 台灣航空城到底有多大 這是最新的資料 就是今年11月上個月才出來的新法德路計畫 它的面積有4687公頃 它的徵收範圍 光是徵收人民的土地有3155.14公頃 3000多公頃是多大 我剛稍微查了一下 你們應該都知道彩虹圈村吧 在台中的人 彩虹圈村800戶只有10公頃 所以它現在徵收的是3155公頃 300個 300個彩虹圈村的大小 那也去過台中彩虹圈公園吧 很大很大永遠走不完的地方 那邊88公頃 所以這個是台灣航空城徵收的範圍這麼大 這個徵收範圍裡面大部分都是農地 我剛剛講過 舊農業區來講有2500公頃 但是它未來只會保留16.87公頃 當作農業使用 然後這裡頭有無所學校一組國中來會廢掉 為什麼他們要把它變這麼多的建地 做這麼多的事情 因為他們覺得需要這麼多建地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地方現在有36000人 未來會變成30萬人 桃園航空城 桃園附近會有10倍的人口成長 在全台灣都在人口減量 人口成長下降的狀況底下 這邊會變10倍的人 然後他要花5700多億元 這個錢是從大概2011年到現在 每年不斷地增加 一開始預算 一開始拆大概2000多億 到現在3000多、4000多 航空讓我們剛開始接觸的時候是5000 然後變5500 然後最近今年104年的預算 送進立法院的時候已經變5700 我不知道他要增加了多少 這個錢都還沒花去 但是一開始就是這麼多 從來沒有一個公共建設 出席成本就是這麼高的 這是他大概一些基本資料 那更具體的去講說 他對於我們現在土地使用的改變 他到底改變了多少 什麼樣子的土地變成什麼樣 這邊有一個表格給大家參考一下 但對居民而言 對生活在那裡的人影響最直接 最明顯的 我可以講兩個 一個就是這邊的數字 就已經不是分區而已 而是現在真正的土地使用的狀況 在這麼大片的3600公頃的土地裡面 他現在的使用狀況 他為了要把機場多大概600公頃左右 也就是蓋那個第三跑道一定的地方 為了這件事情 最後他的結果是 他把現在將近2000公頃的農地 變成最後只會有16.8公頃 留下來讓農業使用 而對居民影響最嚴重的是 現在有120億公頃的土地 是居民的就是房子住在那裡 因為是住宅使用 就真的是他們居住的地方 121公頃 散落在整個3000公頃的大範圍裡頭 而這些範圍裡面 未來在我們從去年10月一直到現在 從一開始的自救會 到現在的 把破千聯盟的努力之下 只有35.84公頃最後得以保留 他是從19點多 被我們就是一直不斷要求不斷要求 所以有些地方就沒有徵收了 就是房子可以保留下來等等的狀況 所以我們救下了35.84公頃 也就是說會有85.16公頃的名栽會被拆掉 也就是你可以想像一個台中的都會公園 滿滿的地 蓋滿了房子的人 他的家要被拆掉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好 那這是大概的一些數字給大家參考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這是我們畫的一個簡化圖 我們的政府的理由是什麼 他拼什麼把一個大台中的會公園的人 的家全部拆掉 他說因為我們的發展 我們的機場現在機場不夠用了 我們需要第三跑道 因為第三跑道蓋了之後 我們客戶運量的提升 會帶來一些產業的需求 所以我們需要產業區 產業區化了帶來政業人口之後 還有他的家人等等 進來之後我們會有住宅跟商業的需求 於是我們有了桃園航空城 所以我接下來跟大家報告 這三個東西到底需不需要 為什麼自救會要抗爭 為什麼不只自救會要抗爭 全台灣人都應該要關心 你們的五千七百億將被砸進 這個莫比其妙的案子裡 跑道到底需不需要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需要第三跑道 這個待會我們會再回來 這張圖提到這件事情 這一條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感覺很明顯 就是有一條跑道在這裡 這張圖是拍在海軍基地 就是現在廢棄的那個 軍用基地的空拍圖 這隻兔子可以標示出 他的確是在那裡 如果大家有關心新聞 在去今年九月的時候 桃園縣政府在那裡辦了 一個地景藝術節 請貨富曼來做了這隻玉兔 放在這個廢棄的軍用基地裡面 說他們要展示桃園的地景 然後奉置的是這個地景節辦完之後 這一塊地要幹嘛 如果記得剛剛的相對於位置 它要蓋成住宅跟商業區 如果有印象的話 紅紅黃黃的那個區塊 就是海軍基地的位置 上面有一條很明顯的跑道 但是它不把這條跑道 當成第三跑道 這是居民遇到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個區域 你如果要蓋第三跑道 我們現在有一條圓壁 這是日式時代就蓋好的 然後這條跑道的強度 就是它的那個堅硬程度 以及它的品質 好於我們現在擁有的 南跑道跟北跑道 因為它是用石頭 就是很好地跑的石頭去騎的 就是去扶上去的 所以跟現在那種每天 每個多久就要維修一次 然後永遠都只有一條跑道 在飛這條圓壁場 其實這條跑道反而是更好的 只是它是軍用跑道 當然跟民用跑道的那個 要求不大一樣 但是第一個質疑是 明明有一條 有一個空地 有一條跑道 可以讓你很迅速地 滿足這個第三跑道的需求 為什麼要徵修 第二個質疑 居民問的是 我們發現我們的機場效率 非常非常地不好 這是一個監察員 100年調查報告 敘述我們的桃園機場 效率不張 是很丟臉的機場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機場的範圍 現有的範圍 大概有1249公頃 然後我們的跑道有兩條 我們如果跟我們的鄰居相比 他們也是有兩條跑道 他們的整個機場的面積數 跟我們基本上是 差不多了6公頃的差別而已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客戶運量上 現在在100年的時候 桃園是2000多萬人次的客戶運量 我們的機場展示 不是這個客戶運量 那我們的貨運是136萬噸 但是相較於香港 它是我們的兩倍 他們同樣的大小 兩條跑道 他們可以承載的 客運是我們的兩倍 貨運是我們的三倍 這是100年的時候 而我也跟大家報告 最新的資料 2013年 我們的桃園機場 現在的土量是3萬人次 三千萬 對不起 三千萬人次 3060吧 我們的 然後香港機場 2013年的數字是 5,990 還是兩倍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 以香港機場的這個面積數 跟跑道數 就是淘居桃園機場 現在有的面積數 跟跑道數 我們認為如果好的管理 它的客戶運量至少可以翻倍 也就是現在我們的政府說 未來可能會需要的客戶運量 它拿來作為要第三跑道的理由 所以我們不得居民得第二個質疑 以及第三個質疑 這個比較細 但一種言之 當時政府在決定說 要不要蓋第三跑道 以及第三跑道要怎麼蓋的時候 有一些不同的方案 但最後他選取了一個 侵害人民最大的方案 就是A方案 這個搬遷人口是最多的 跟其他兩個方案相比 但是其實三個方案都可以達到 他們原本因應的目標運量 所以從這三件事情上面 我們覺得跑道根本就是一個幌子 看不大到 為什麼一定要有這條跑道 還有更多其他居民發生的事情 我這邊就略過不談 第二個理由 他說我們要產專區嘛 我們要有跑道之後帶來客戶運量 我們會需要有一支產業 但是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這個計畫一改再改 他要引進的產業 從頭到尾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計畫圖是2009年 當時的一個規劃 就是可能的使用分區 那時候最主要的 桃園航空城會引進的產業區 就在這塊廢棄的空地上 是所謂的航空產業區 也就是他當時的地 確確是依這個邏輯來的 我們客戶運量上升了 我們會需要一些航太相關產業 所以我們有了這個產業區的規劃 但是當他到了2014年 經過這麼多長的一段時間之後 他的整個計畫舒服大轉彎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這一塊區域變成商業跟住宅區 然後他的產業區放到這裡之後 到底要引進產業 什麼產業呢 你就可以發現 現在你能想到的 你想像得到的名字的產業都在裡面 就是文創啦 醫療啦 然後任何跟什麼高端農業啊 房災啊 生技啊 雲端啊 就是你開始看不出來 為什麼我們在桃園航空城會需要這些產業專區 或者說這些產業專區跟這個地方的產業專區 跟其他地方的產業專區有什麼不同 那還是說桃園都沒有產業專區了呢 那時候開始疑惑 就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裡花600公頃的土地 去蓋一個新的產業區 然後我們就去普查了一下 到底桃園現在有沒有缺乏產業用地 這個是去年的資料 就是2013年的計畫書裡面的資料 我們去查了桃園所有的產業用地 不管是產業或工業用地 還沒有用到的閒置的土地 最後我們算出來 整個桃園縣有1576.11公頃的產業用地 是閒置的 在那裡斬草的 桃園航空城附近就有兩個 看到這個數字之後我們就理解了 就是的確也沒有產業需求 而且我們也看不出桃園航空的產業區 現在的產業發展方向 跟這些閒置用地裡面 當初的規劃有任何差別 因為你能想像的產業現在都在它的規劃裡頭 好 所以跑道不需要 產業專區不需要 住宅區 商業區需不需要 這是桃園航空城的位置 它附近有一些既有的都市計畫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拿來蓋房子 蓋商場的地方 但是它的發展率 就是它現在的慘狀 這一個就是最經典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桃園高鐵站 清除特定區 它的發展率只有14% 發展率怎麼算 就是我當初做這個都市計畫的時候 我本來覺得我可以容納多少人口 因為我有多少的商業跟住宅的用地 我可以讓多少人來住 如果我原本覺得 我規劃是要給100個人來住的 最後住了14個人而已 那我的發展率就是14% 這就是發展率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從這些數字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桃園航空城附近的既有的都市計畫 顯然很嚴重的沒有住 要有地方住就有地方住 需要商業用地就有商業用地 所以我們也看不出住宅跟商業用地的需求 所以走到這裡我們居民開始覺得他被框了 就是說你說一個重大的國家建設是為了國家發展所需 但是你上面畫設的每一個區域 我都看不到你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為什麼你可以整首我 更可惡的事情是 如果你們記得2009年這個規劃圖 外面畫這個洪框是什麼 洪框是我們當時去對的 就是現在的徵收區跟當時的規劃圖的差別 然後我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航空城的前世跡深 就是當他在2009年的時候 其實他要被化成新定擴大都市計畫 他要被取用拿走變成都市土地的部分 只有橘色的方塊 只有這樣子 粉紅色是本來就是我剛跟你們講 發展率很差的那幾個都市計畫 就是本來的位置 但是當時只有橘色的地方會變成都市土地 而這個地方是空地嘛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那個軍用基地 那大部分就是產業會發展在這裡 而且當時跑到的居民會安置在這裡 所以這邊會有產業區 以及一點點的下方的近宅區 那這三個小區塊是本案 到現在還在興建中的機場捷運 所以他們圍繞的機場捷運 有一些小的徵收案 所以這是原本2009年的徵收範圍 那個範圍不到1000公頃 因為這一塊是公募地 那這一塊大概600公頃 就是現在跑到的位置 所以其實是很少的一個徵收範圍 到了2010年之後 第一塊長出來的是 這個地方現在粉紅色的區塊 是遠雄自貿港 遠雄的自由貿易港區 然後黃色的區塊圍繞著 遠雄自貿港有一個大型的擴大 大概有100 原本是130 現在在1107公頃的 一個自貿港區的擴大案 那是2010年第一塊多出來的土地 然後到了13年 我剛剛介紹的所有居民 就在這個時刻被畫了上去 就是這個時候 整個藍紫色的部分 在13年的時候突然大規模 整個都市街化變成 你們現在看到的範圍 橘色加上黃色再加上藍紫色 都是整個徵收範圍 這件事情怎麼發生的 為什麼他們會幹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 就是現在居民 反過現在某居民在的問題 那我就先跳過 這個也先跳過好 順便介紹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還滿重要 就是說 特別講一下紅竹村 因為這是接下來的運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點 也是我們當初地景節的一個展場 那這個地方將要 為什麼要徵收這裡 所以本來徵收的下線 是廢棄的海軍基地 到這裡為止 後來擴大徵收了 紅竹村這一塊 現在是交通部的用地 也是所謂的淡黃區 就是目前最緊急的一塊 因為淡黃區說一定要做嘛 現在就立刻要做 而且還要跟代表區切割 他是要用來安置第三跑道 這一條裡面的居民 所以本來09年我剛剛講過 這條跑道的居民 是安置在控定的 也是符合我們一開始的期待 就是好啦 你真的要做公共建設 一定要蓋在這裡 就算這點也多爛 都要蓋在這裡沒關係 那也就去空地安置他們 但現在他們要安置在紅竹村 而紅竹村這群人要怎麼辦 我們不知道 好 所以稍微介紹 今天誰要有空再來提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問說 為什麼一個沒有必要的計畫 可以越漲越大 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圖是我們當時的那個 就是遊行的時候做出來的 一個比較簡單的 也比較諷刺的圖啦 就是一個是 為什麼說是機場 校長的產障區 真的很簡單 我們講過 校長的機場 都做得好 那這邊我們那時候覺得 顯然就是遠熊 二代王國嘛 你現在有一個自貿港 然後你做了15年 發展率不到一半 但是你就是可以透過你的辦法 讓它擴大閃費 這真的了不起 所以這不是王國是什麼 這一塊產專區 當時最大 一直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那個 什麼東西都可能寫進去 但是那時候喊出來一個 最清楚的事情 是要當資金區啦 如果你們記得這個新聞的話 所以 航空城市希望變成資金區的 為資金區提供 五六百公頃的土地 那所以我們叫他免稅務法 這邊 五天區 那這邊商業區 剛剛有看到 是草 就是 融積率 兼僻率最高 就是可以蓋最高的地方 所以他的 可以 回收的也最多 也是整個投資客 最喜歡的地方 好 所以他到底為什麼這麼做 所以就幾個新聞 讓大家有一個感覺 這也是我們猜測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案子 會變成這個樣子 包括 這是2013年10月的新聞 那 桃園的交易量 土地交易量 是全台的冠軍 而且尤其是你看 全台的鄉鎮中的前四名 大園中立如如跟桃園 其中大園鄉跟如如鄉 就是桃園航空鎮所在地 所以可以看到 真的有非常非常龐大的利益在這裡 這個裡面 來炒作的絕對不是只有在地 也是全台灣的人的錢 很多錢都跑出這裡 然後 呃 從居民那邊來講 就是說 這邊農地本來一瓶六七千塊 可能沒有人要 現在一瓶平均 平均喔 六七萬塊 賣十萬多的大園人在 這是 這個土地徵收案 還沒開始就已經造成了土地的利益 然後這四個人 基本上是 要感謝他們啦 如果不是他們 可能沒有人 那麼多人 關心桃園航空城案 這些人 大家應該都很眼神話 這個人一定認識嘛 葉室文嘛 那是造成熊嘛 這個人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 他就用蔡仁惠 他在這個新聞裡面 可能沒受到很大的重視 他就是那個白手套 送錢的那個人 為什麼他很重要 因為當 六月的時候 避案爆發的時候 我們翻開 桃園航空城的 那時候桃園航空的 正在都市計畫的審議當中 就是這個案子 能不能過度 也會要審 我們 突然之間 我想說 欠人會這個名字 為什麼這麼嚴守 一開 他竟然是桃園航空的 都市計畫的審議委員 所以他是審議委員 我們的 很多重要的土地徵收的案子 或者是都市計畫的案子 我們的土地要怎麼被使用 都是透過這種委員在審查 這些委員是誰 當我發現原來 其中有一個人是蔡仁惠的時候 和我恍然大悟 為什麼賽怎麼糟糕的案子 都會通過 所以要謝謝他們 讓大家開始關心桃園航空城 開始發現他可能跟避案 桃園航空城可能有很多避案在 就是我們當時整理的 跟桃園航空城避案有關係的人 在桃園航空城裡面扮演的 就是 跟遠雄還有 葉士文的避案有關係的人 在桃園航空城裡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其中特別講的人就是葉士文 這個人真的是了不起 當時 就是 我剛剛講說2013年 整個擴大徵收成那樣子 有那個藍紫色的區塊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發生 就是2013年4月 其實是25號 那時候我找到處都沒有蓋 在區域計畫委會審查的時候 通過了這件事情 在營建署的一個區委會 那時候的葉士文是營建署的署長 他也是區委會的委員 他確定了這個範圍之後 他的下一步就是 在6月的時候轉任桃園最副縣長 持續推廣航空城案 所以他對桃園航空城真的是 工不可謀這樣子 對 這是我當時做的必要關係 關係圖 現在我還有 不想作證 好 儘快的結束 我特別講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說 所以 到底為什麼 一個沒有必要的公共建設 不斷的在台灣各處長出來 桃園航空城 只是最誇張 最離譜 最大的一個 他是全台灣有史以來 最大的徵收案 那這種土地徵收的狀況有多嚴重 前陣子農政開了一場計程會 是沒有農政的朋友 三年前我們全台灣土地徵收的 總額大概五千多公頃 全部夾起來 所有案子夾起來 今年上台到再開這個記者會 是一萬一千多公頃 所以我們在三年內 我們有 我們的那個徵收的範圍是多了一倍 這些徵收拿來幹什麼 每一個計畫都寫得很糟 大火案就是一個寫零零的例子 然後桃園航空城 我們現在看下去也都亂七八糟 為什麼這樣子案子會頻繁的通過 而且為什麼最大片的 最可怕的 都是透過趨亂徵收的方式 你一個新進度就要去搶土地 大火也是 桃園航空城也是 大海二期也是趨亂徵收 圖域也是趨亂徵收 為什麼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交代 趨亂徵收是一個可怕的制度 因為趨亂徵收 在法條上面 他說是一種叫做 強制合作開發行為 就是說我強迫你跟我合作 開發你的土地 然後合作方式是 我來建設 但是你捐土地 所以我政府強迫你居民跟我合作 你捐土地 捐多少 法律上說 我們政府至少要發回40%的土地給人民 就是我強迫你的土地 然後我40% 最後還給你 但是我們的40%以下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案子 基本上就是40 45最多45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來這裡 我可能就收購了 我可能就要求所有的地主 都把土地捐出來 然後最後我如果拿了1000公頃的土地 我還你400公頃 是你們可以回去配的 但不代表你有100公頃 我就還你40公頃 不是這樣子 會看你的土地的價格 如果你土地本來很便宜 你未來想要配在貴的地方 你可能就拿不回那麼多的土地 也就是說平均來講 如果你吃農地 農地本來相對比較便宜 你未來要配一個建地回來 你很可能最後只拿回大概兩三成的土地 他大概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制度 他的 然後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有一部分要配回去給你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比價低 40%給你 他還有一部分是他徵收的理由 叫做公共設施用地 就是我為什麼要徵收 因為我有一些公共設施要做 比如說我要蓋捷運 我要蓋地場跑道等等 我要蓋道路 所以我徵收你 我有一些土地拿去做公共設施 但是我最後一定還會有一堆土地叫做 如果我要配給你 你也沒有領走呢 就是或者是說剩下的土地 然後他也不是我拿來做公共設施 這土地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拿去買 我就是 我的政府就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去償還我的整個公共建設所需要的成本 所以我們現在國家有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而這個制度造成的 然後他的背後的理由 他的解釋是什麼 他說因為我拿一筆錢在這裡做公共建設嘛 那做完之後你的地價就不是因為你的努力而上漲了 所以你的財富變多啦 所以我要你捐土地很合理啊 很符合公平正義啊 就是我們政府的說法 所以他甚至在整個公平會上跟我們說 虛亂徵收才是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的 因為我讓你土地上漲了 這樣這樣歸功啊 國父的思想 他真的是這樣講的 這件事情合理嗎 他問題在哪裡 就是可能沒那麼多時間問自己一件事情 在每一個徵收案 每一個土地開發案 你都會看到贊成跟反對的人 會有一群人站出來 台灣航空城也是很大一群人站出來說 我愛航空城 航空城萬歲 是這樣喊的喔 我愛航空城 航空城萬歲 無常建造 然後我一定會惹出去 我那個已經不知道被罵幾次了 這群人哪裡來的 他們是真的獲利的人 什麼意思 就是說的確確你土地徵收 一個是剛剛看到這些土地已經不斷的上漲 在這個過程中 他從六七千漲到六七萬 這樣子的土地徵 有些人已經獲利了 就賣了 投資客就進來了 有一群這樣子的人 還有一群人的確也會獲利 是我原本的農地不值錢 我外來變成建地 我再重新去定價之後 我的土地價值的的確就會上漲 所以如果你其實 不是真的住在那裡 是來投資的 你的房子是商品 你的土地也是商品 你就是把它當錢來算的話 你在這個換算過程中 跟政府的邏輯一下 你不是賬月價值上漲了嗎 你賣掉還可以獲利 所以對你是有好處的 有一整群的投資客 在這裡面都會賺錢 受署的人是誰 住在這裡的人 我只有一棟房子 30坪 30坪的建地 30坪的房子 我就算只捐兩成 我就算拿回八成 我剩24坪 我的房子呢 怎麼辦 我30坪的建地 剩24坪還給我 我只能拆 不然我就拿錢出來貼 所以我的生活沒有變好 我反而要拿錢出來貼 才能把我房子 留在原本的地方 這是一群 另外一群是更慘的 農民 我就一棟房子 一大塊農田 比如說200坪好了 然後我就一棟農舍 在裡面20坪 這是我的一切 我就這棟房子 我的土地 對我而言 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我就是180坪的土地 來農耕 過我的生活 你這個去算征收一來 因為我農地的便宜 你最後包容給我的 可能只剩下30坪40坪 40坪40幾坪50坪 這個40幾坪 我200坪的農地 還我4050坪 我還要保留 我原本的房子20坪 我最後剩下大概20坪的農地 我根本過不了活了 因為那個農地沒有辦法 再像之前那樣子大片的農地 一樣可以養活我 讓我擁有這個生計 所以我整個生計 就因為這個區段征收 我最後房子也許保住了 但是我生計就沒了 我的生活就這樣子被剝奪了 所以對於真的生活在那裡 土地跟房子對話也不是資產 不是一個商品的人來講 區段征收就是它損害最深的群人 所以這個制度我覺得它很過分的地方 就在於它造成居民之間的對立 而且它造成台灣平均不均的發生 而且它也是為什麼講遠一點 所有人現在面臨著整個土地管理失衡 以及房價無職性的上標的原因 透過這個方式 這塊土地又變貴了 就像現在青土特定區 青土現在一坪是40萬 這在桃園是一件莫名其妙性 那個鳥不神的地方 你可以要花40萬才能買到一坪 就是透過這種區段征收的方式 把農地變建地 然後這樣炒高炒上來的 結果是什麼 住在這裡的人再被往外趕 他們住不起了就被往外趕了 這些土地給誰拿走了 給財團 給建商 然後房價才會這麼高 你們才會滿意情況 所以我覺得 區段征收的制度 是其中一個很嚴重 然後再對波助瀾的一個制度 而這制度最壞的地方在於 不只資本進來私人賺錢 連政府都透過這個賺錢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公共建設 我們的很多商鎮市長 會不斷地隨便派出公共建設的支票 因為他知道他不用去想 我要做這個公共建設 我做不做得起來 有沒有那個成本效益 因為我透過搶你的土地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土地利益 去支付我的公共建設 而這個政見 也就是我選舉綁裝 綁裝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透過土地的利益 我說我要開發什麼 我有油水給你賺 我幫工程給你 而且我不用算 我有沒有這筆錢 因為我搶裡面的土地 我就可以拿這筆錢 所以我搶的越大 其實政府也越得利 我可以賣的越多 很可怕的一個制度 也是好原航工程狀況 所以那到底為了航工程 我們犧牲了什麼 我剛剛講了 你們看到的那些農地 濕地 我可能要儘快的 結束這個部分 讓居民有時間講 我們犧牲的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地景 這裡面有海地的蹄塘 蹄塘裡面有相當多的故事 現在應該也沒有時間講 但是我們最近 有在做一些訪調 希望能夠把它留下來 上面有非常多人住在這裡 以及我們有大片大片的農業區 對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們有點關心 現在台灣的糧食秩序 已經發生嚴重的問題 像桃園這麼好的農地 又有那麼多的到處的範圍 其實是不應該 不應該再有任何一定點的流失 這是今年六月收割 七月收割的時候 我們去拍的照片 然後就會變這樣 很難現在變成這樣 因為青浦就在隔壁而已 而且現在很糟的是 青浦今年三筆標案 全部都沒有標出去 就是唯一一個地鐵站附近 全部流 高鐵站附近三筆全部流標 就是桃園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實在是沒有這個需求 那這邊文雄大哥 超面些一些居民抗爭的照片 我就跳過不講了 那反正待會居民會 請先生就把你們大家講這個故事 但總之這些我們 當時要進去一場 還會有一些畫面 那基本上就是 通常重要的會議是進不去 所以才會有一些退期的查通 那我最後只講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認為台灣航空城 是一個很指標性的案子啊 然後他最明顯的是揭露了背後 就是現在台灣政府 在發展上發生的問題 就是他把所有的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所有東西 不是土地 所有東西都被他看成商品 那他被發展發展就是 我要怎麼樣把錢變多 把GDP超高 他只看這件事情 那講一個故事 我每次在每個演講 都講的故事 就是我們在 我在營店署的時候 寫住居民陳情等等的時候 常常會遇過一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是當地有一個工廠 小工廠 然後他說他已經在那邊經營了三十年 那他做的是乳製品的加工的包裝 就是外面的比如說牛奶盒等等的東西 然後他去陳情說 希望能夠保留住他的工廠 不要被拆 因為他工廠剛好坐落在未來的產業區的規劃裡頭 就是剛剛你看到咖啡社那個區塊 他說反正我就在產業區啊 我們就是個產業 在地產業三十年 我可以不要被拆嗎 初步得到的回應是 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機場的廠房的那個面積小於 他們未來規劃的產專區的最小面積規模 也就是說政府說 我要引進的是大廠大型的資金 這些資金進來才能衝高我們的GDP 不好意思你這個廠太小了 你那個不是我們單一的經濟產業 所以不好意思你初步的規定 這是他初步的規定 突然有一些改變 但是我一直講這個故事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最清楚的 當我們比如說三十八的時候發生了 大家一直在講說 我們不要服貌我們不要後貌 因為他可能不見得對我們是好的 他不見得對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是好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清楚的例子 就是說也許你會引進一些資金 也許國際大廠可以來台灣掠奪台灣的土地 用台灣免費的土地 享用很多很多的租稅優惠 最後創造了某一些GDP的產生 但是實際上在最快土地發生的是 我們的農地沒了 我們居民的房子被拆了 我們連在地形成台灣經濟命脈的中小企業 都被你趕出去了 這個是這樣子的大型資本 這樣子的發展主義造成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很可怕的啦 其他東西就是跳著講 非愛國皇可能就來不及講 包括我們覺得 對於第三跑道的宣指問題 我們一直有很大的質疑 然後包括我們認為 關於這個案子是 去重新塑造一個居住式人權土地 也是不是只能當財產難恨那樣的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大府案是看得最清楚的啦 就是當時明明大府案就有問題 訴訟都在進行 那時候去申請一個假屬份說 可不可以暫時先不要拆這個房子 讓我們先確定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如果案子真的有問題 那房子就不需要拆了嘛 可是當時那時候的法院 竟然拒絕了這個假屬份 還是把房子拆掉了 理由書就是說 因為他覺得 萬一到時候真的有問題 反正不是不可用金錢彌補的 就是他覺得我賠錢給你 你房子拆了 你賠錢給你就好了 這是整個現在台灣政府 包括法院的思維 就是他只把你的房子 只把你的土地看成財產 他就覺得我就賠你這個財產就好了 但從大府案我們就看到很清楚的 他絕對不是 只是用錢可以計算的事情 而這樣拆掉的也不是 也不是一個 我錢賠了就可以完全回復的東西 那還有我剛剛講的最重要的是 我在談的是一個 我們到底有沒有另外一種發展的想像 這種發展想像是 是住在這裡的人 真的可以生活變好的發展方向 那我覺得要能夠走到這一步 也是我們一直在台灣 旁邊經理裡面 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整個國土的利用 都是一直以來 是一群所謂的專業人士 關在房間裡畫完了之後 然後突然就是公開展覽 對你家就變成這樣了 接受吧 就是這是一種很上而下的治理方式 我們覺得非常的奇怪 那所以如果要能夠有一種發展想像 是讓住在這裡的人生活得更好 我們有沒有可能塑造一種空間 是讓住在這裡的人自己去談 我們要什麼樣子的發展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一開始提到 全國區域計畫的關係 因為我認為我們政府其實有些 好一點的官員也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區域計畫 也就是一個決定我們台灣的所有國土 該怎麼配置的這樣子一個重大的 指導型的計畫 現在它要求由每個縣市自己去裏定 所以台中這裡其實區域計畫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剛才也非常開心 聽到很多年輕的朋友在關心這件事情 從區域計畫裡面你們可以看到 你們住的這個地方 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哪些地方會像我剛剛講的 被他們化現故事 哪些農曆還留著 哪些警官還留著 哪些警官會被剷除掉 為什麼被剷除掉 然後他非常值得坐在這裡的各位 現在很認真的去關心這些事情 去想想看 你要不要你的家鄉變成這個樣子 它會需要一個長的時間 那在桃園航空城 我們希望開展出一些空間 所以最近也會開始不斷的去辦 所謂的草根論壇 要求在地的軍民去談 他們想要的航空城長什麼樣子 我們被問了很多次 你買桃園航空城 那你告訴我 大園要挑發展 大園相骨服商的相比也要發展 有沒有一種不同的發展方式 我認為相信 在列治會是可以找出 足夠的其他的 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可能 比如說我們去那邊訪掉 就知道 原來那裡有一個非常好的產業 很專程的產業 是畜牧業 在養露 賣也是露榮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產業 從來沒有放進我們政府的腦袋裡面 如果大家知道 這台灣人還沒進來的時候 台灣是最適合露生族的地方 所有的平原隨便養露隨便活 因為它就是露的家鄉 所以這個產值 為什麼沒有去創造 反而我們現在不斷地在進口露榮 然後中國大陸不斷地進口 就是有這個需求 但是我們政府 好像覺得一起產業 不是產業一樣 農業不是農業 畜牧業畜牧業 這都不重要 只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有可能去談 這是我們在這個案子 一個重要的事情 好我現在要講最後一章 也就是迎來 接下來那個 郭忠老師的講解 所以從桃園航空層發生這整件事情 包括當時很荒謬的那個地景藝術節 就是桃園縣政府自己辦的 在那個 廢棄的軍用基地裡面的地景節 我們發現這個政府 其實不了解什麼是地景藝術節 因為它其實不在意 不在意這裡的地景 也不在意這裡的人 這裡的文化 都不在意 它就是哪一塊大空地 放一個 插了三十萬眼鏡嗎 打造的 三十萬的設計 打造的那個兔子 然後總共花了五千 五千多萬吧 我印象沒錯的話 整個地景花了五千多萬 然後做了一隻兔子 然後最後還燒掉了嘛 我們居民都說 他是資本幫居民抗議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那當海軍基地那時候打開的那一天 我們居民走進去之後 第一感覺是 我的天啊原來這變身這麼大 這麼大一塊地怎麼會不夠用 你蓋航空城 你這塊地不夠用嗎 所以那時候居民才會去抗議 結果抗議之後 現在還發現被推擠受傷送醫 就住修物科送醫的事情 所以是因為這個地景節 政府的地景節 把我們基的就是 居民開始發想 決定要自己做一個 屬於自己的地景藝術節 包括文宗老師來挑刀 做了這一個女師小熊 現在終於讓他看到他的樣子 等一下讓文宗老師來講這個部分 那這是我們當時地景節的時候的 開幕的時候的照片 然後有非常多台中的朋友 在身邊也在場這樣子 特別放了這張照片 對比的就是這位吳先生 吳之陽 他這張照片很有趣 也是要特別用這個做Ending 然後這是文宗老師 很神奇的那個詛咒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衣服 沒錯 注意衣服 這是Dreamy下的詛咒 為什麼會輸掉 就是這樣輸的 對 這是他落選的時候 想落選感言的時候 穿的衣服 然後那時候我們自己都嚇一跳 那一天Dreamy大概是一起坐在那個 小熊旁邊的那個棚子裡面 看開票結果 然後看到他輸了 然後很開心的時候 突然發現了這件事情 就是欸 我們在一個月前發想的咒語 明視小熊發想的 這樣 好 明視小熊發我了 好 那我現在要把貝克風講給文宗老師 也是怎麼小熊發想跟設計者 好 好 台中的各位 相信大家好 我是比文宗 明視小熊的始作俑者 就是我 我為什麼會講說我是始作俑者 因為我們後來面對很多很多的問題 從一開始人力不足 然後金錢也不夠 然後我們就想盡辦法把熊蓋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是那個始作俑者 那 談到航空城我想 先從一開始 身為一個古林村的居民 然後我對航空城的一個看法 那 在幾年前我人還在美國 我在美國待了十年 那我在美國的時候我是唸動畫 然後我在的學校是一個動畫公司 不是對不起是動畫學校 是迪士尼所創辦的動畫學校 那我的夢想是做一個動畫影片動畫長片 那我有做過一些短片 然後也到台灣有得過一些獎 然後國外也得過一些獎 所以我的夢想是做一個回來台灣 做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動畫長片 那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回來 然後我花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蓋著工作室 那這兩年的期間我也經過了 非常大的困難 因為你知道蓋房子是要花很多錢 然後 所以剛開始就是用土地去貸款 然後後來身上錢不夠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大學裡面教書 然後身上只剩下幾百塊 然後那時候我就做一些T恤 然後學生就想 然後學生就跟我買 然後我那時候就靠那種 學生跟我買T恤可能幾百塊 然後再加上 在學校兼課一堂課可能是五百塊 然後一個月可能是一萬塊出頭的這樣的錢 然後這樣子累積 然後去熬過那個最黑暗的時期 然後最後呢把房子蓋起來 不好意思我今天沒有準備爬通 因為我沒有想到會是怎麼認識的一個場面 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把我的房子蓋起來 那我的房子是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攝影機的造型 那為什麼做攝影機的造型 就是因為我想回來打造屬於我一個 自己一個動畫王國 那所以整個房子的話 花了兩千多塊 那我房子蓋完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的生活過得比較好 因為房子的關係 讓我有多餘空間 我把多餘空間拿來做操房出租 讓我有點生活費 然後可以去還我的貸款 因為有兩千多萬的貸款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每個月要負擔到十幾萬塊 那所以 當然房子蓋完以後 然後 像剛剛寶軒有提到 在2013年的時候 就是航空城計畫 當初我們在知道的航空城 都是以為是在觀音那邊 那剛剛有聽到寶軒 大概提到就是說 它先前的範圍是非常的小的 可是在突然之間 它就範圍也變得非常非常大 那會涵蓋我們家 所以那時候 當我們要蓋房子的時候 我們都特別去申請一些執照 然後那時候也很擔心 所以去問一下說 航空城對我們家 會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那我們也去台灣縣政府 然後也去大人相公所 去辦一些執照 都去問一下 然後他們都在理直氣壯跟我們講說 航空城根本就不關你們的事 可是經過這兩年房子蓋完以後 蓋完了第二個月 然後工展土一出來 人家就是在航空城的範圍裡面 我們就要變成是道路跟公園 所以那時候對我們來講是 對我來講是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我才剛蓋好的房子 然後還有兩千多萬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他還要到時候 他如果徵收我們家 然後他把我們提迫到 他有一個安置的地方 那安置的地方 就剛好是我祖先他們的墳墓地 所以我很知道說 怎麼可能 就是我們好好的一個房子 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要被迫見到那邊去 然後到時候還要再被 翻譯到那個航道的底下 就是他有一個集中一個地方 然後幫我們安置在那邊 所以我們總共被搬禮超兩次 所以我覺得很不合理 因為中間的過程 還要隔了七年 才有辦法把土地回來 那我那時候先想說完了 就是我房子才蓋好 然後花了這麼多錢 我到時候要怎麼還那個貸款 好今天假如說 他把我土地徵收了 我可能有一點點錢 是我頂多把那些貸款還掉 可是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變成又是要從零開始 所以對我來講 是一種無形的恐懼跟壓力 那時候就是我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我每天都睡不好 然後也睡不著 然後也不敢跟爸爸講 那時候就是我記憶很深刻 就是我爸爸特別問我說 你知不知道家裡要被徵收的事情 那因為當初就是一直就是跟他 就是不想跟他提這件事 因為就怕他太擔心 所以當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說我知道 然後我還去那時候不用擔心 就是到時候我們農地去換建地 然後或許也沒有 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 所以他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你實在太天神了這樣子 那當然他不是這麼文洋 他是直接講賣一句髒話 所以那時候 我知道他的想法 他絕對不是贊同航空的 因為我們家從小到大 就被徵收了兩次 那都在他身上發生 那在他晚年還是再來第三次 對他來講是一種很大的壓力 所以當我們11月9號去機場抗證的時候 他就在田裡喝農藥自殺 這是那時候的一個報紙 所以當他自殺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開始還沒有想到說 我們要站出來 然後來講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 因為事情發生很突然 我今天去抗爭 我回來我爸爸倒在田裡 我們帶他去醫院 然後他就馬上就死掉了 所以那個過程是非常快速 就是從我看著我爸爸 就是好好的坐在那邊 他還在看起來像是中暑一樣 然後還會呼吸 然後我嘗試拿水給他喝 他不喝水 然後把他送到剛才到醫院 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完全沒有救 我原本心裡還想說 因為林口的長根醫院 我覺得他滿厲害的 我想說如果是農藥 應該逛個場應該還是有辦法 可是當我們到醫院的門口 那醫生馬上跑出來 而且非常大聲跟我講說 他喝了這個東西 只要5cc已經沒有救了 所以那時候 我整個人都已經瘫掉了 那看到父親他僵硬的屍體 然後在庭室見到去 就是這個情景 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你從看到他從生到死 然後就在這麼短的時間 那衝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後來經過一兩天 然後開始辦傷事 然後那個憤怒 開始從心裡開始流生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那因為那時候 我爸爸自殺那段期間 就是他開始來辦公宅 然後我們常常會知道 就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仲介 他會到天裡去跟一些農民去 就是跟他講說 請他把他土地賣掉 那今天或許我沒有跟爸爸談這件事情 可是我爸爸也知道說 徵收這件事情 因為是關係到他自己土地 他絕對知道的 所以因為爸爸的自殺 然後心裡的憤怒 就覺得說更應該站出來 那還好那時候就是 有一群公益團體 包括寶瑄 那他們在從中來幫助我們 因為當你面對家園要被破千 要被徵收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還好有這群人來幫助我們 然後我們就跟著他們的腳步 然後去做抗爭 然後去做陳情 那我們去陳情的時候 通常都是台上有一些 就是一些審查委員 你跟他講你的想法 然後他聽一聽 然後你就必須要離開 他也不跟你講說 他的想法怎麼樣 然後這下一次他又還是有一個 類似像降局的機會 然後你又講出你的想法 然後只能三分鐘 講完你就下台 他也不會跟你講是怎麼樣 所以經過那種種的抗爭 那我發覺抗爭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常常去推擠啊 然後甚至流血 那我這邊有幾張照片 就是當時我們做抗爭的一個狀況 像我們剛開始第一次的 也不是第一次的 也不是第一次的 剛開始做一個抗爭就是 我們去癱瘓整個神醫 銀劍鼠 就是我們把爸爸的照片拿到銀劍鼠去 然後把它當作是靈堂這樣子 對那是一次 然後再來就是 當然中間會有很多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我們把那個天氣風就是天主任 桃園在地聯盟的天主任 他把一些泥土 然後拿到桌上去倒在桌上 就是想盡辦法 就是要引起媒體注意 因為你只要去做抗爭 你今天去做抗爭 你去抗議 你去抗議 可是今天沒有媒體來拍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就是要想盡一些方法 然後讓媒體有興趣 然後來報導你的事件 然後這些事情才會被 就是被關注 才被到注意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直在想盡各種方法 甚至我們在做小熊之前 我們還有一次是很誇張就是 想說我們用 因為那時候剛好 那個大陸的一個 什麼江什麼軍的來台灣 然後不是被灑那個 那個白色的漆嗎 所以那時候想說 那我們來辦黑白無常 我們把麵粉塗在臉上 因為我們不能去塗警察嘛 所以我們塗在自己身上 那我們不會犯法 因為我是弄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甚至都還用麵粉這樣子 都塗在自己身上 然後想說來製造一些新聞 那一次當然也是非常成功 那新聞也是報了很多 然後就是經過這一路走來 那到今年的九月的時候就是 那個玉兔就是桃園 縣政府他辦一個玉兔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去那邊 我們在看到這個場地 真的非常非常大 然後像剛剛保鑫講的很懂事就是 一般地景藝術節 在國際上辦的地景藝術節 都是講說要保持這個環境 然後去怎麼去要把它保留下來 可是這個地景藝術節 它辦完以後是要全部都拆掉 所以是非常黃色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它的場地這麼大 然後這個玉兔其實 實在也真的很大 可是人潮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那邊去做抗爭 然後想說這麼多人潮 如果這麼多人來關心我們航空城那有該多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那我們的梅芬姐她就提了說 我們可以弄一個 他們有一個花海的一個藝術節 那墨許我們也可以來辦一個地景藝術節 那我那時候心裡是想說 那我們也可以來做一個巨型的 像玉兔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當下我就是用 筆稍微隨便畫了一下 然後就畫了一次 那個熊的樣子 就隨便用筆 像畫一隻熊的樣子 然後坐在地上 所以後來 給大家講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一樣 比如說像玉兔這樣 可是我們做一隻熊 因為那時候會想到說 做熊是因為 想說熊它應該會 一般人的接受度會蠻高的 因為它蠻可愛的 那如果做 做得不要太差的話 應該人潮應該會不錯 那當我這樣把這個想法提出來以後 大家都覺得 欸很好很好 然後呢 結果大家就開始在問我 什麼時候要來動啊 然後 然後 就突然有人講說 欸他們家 就是前面有個空地 我們可以上一個人做這個小熊 那可不可以幫我放一下那個 剛剛找一個影片 所以我們一剛開始 一剛開始在我們 就是居民的他家的門口 來做這個小熊 麻煩趕快多放一下 所以我們在他家門口做這個小熊 那我們剛才就是把熊頭 你看他有多高 比我們人還高 他只是一個頭而已 那我們就把它架設好 那架設好 那因為那段期間 我剛好就是有計畫 就是那段期間要去靈谷跟發脫 那當我回來的時候 發現這個熊頭已經被拆掉了 那可能是 影響人家的境界 對 因為它可能是他們停車的地方 影響他們進出 所以他們就把它拆了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覺得很沮喪 我好不容易把頭 那個整個架構做出來的 結果一夕之間就沒有 那還好就是 其實也因為有這樣的契機 所以我們的在地居民 他們就找了這個一個工廠 那時候也是剛好 它有一個空檔 它是沒有人出租的 然後它就免費借我們這個場地 那我們就那天 我們就開始在那個裡面 就開始做這個小熊 那這個小熊的話 就是基本上 我們都是用那個木材 那甚至有附近的居民 他們貢獻那種 廢棄的那種木材 所謂的嘎嘎那種的 那可是小熊它 最主要都是像這種板 所以我們都要去買 那一塊板你就要600塊 那一次我剛開始 645 然後645 我就去 我對錢比較沒有概念 我就想說 我只要把熊做出來就好了 所以 我就第一批我就叫了十張 然後一下子用完 後來這個 我不曉得幾個十張 可能至少有十次吧 那到最後我們就花了 從一萬兩萬三萬四萬 然後一直到八萬十萬 然後想說十萬應該還好可以把它做完 結果呢十萬我們做完以後 然後要架設那一天 然後又有一些機械 譬如說我們要掉那個怪手啦 然後掉車啦 然後要鋪鐵板 又放在鐵裡面 所以零零種種就一直加一直加 到最後我們主要是花了三十萬 可是說實在的 我們做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花了三十萬 比起那個玉兔花了五千萬 那玉兔的五千萬 它好像只有一個禮拜 是不是叫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可是到目前我們已經兩個月了 我們的小熊還在那邊 而且我們計畫要到台中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錢花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雖然這些錢都是來自於在地的居民 然後每個人掏出藥包來貢獻然後幫助的 那我這邊大概講就是 就是當中的過程呢 當我們在做熊的時候呢 其實我有很多聲音 旁邊有很多聲音跟我講說 我們應該做黑熊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生氣的時候 做黑熊不行 因為都怒氣媽黑了 你晚上打燈也看不到啊 而且你要做黑熊的話 可能設計要全部重改 因為你要做黑熊的話 可能會是那種卡通造型會比較適合 那這隻熊的話它比較像是真實的熊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不太能夠接受是黑熊這樣子的東西 那後來就不管 我就跟他講說我就是要做這個 你如果要做黑熊請你找別人 我不要參與 我會幫助你 可是我不要參與這件事情 可是我沒想到 後來我準備要到台中來 如果還是有人跟我講說 我們可以把毛變成是黑色的 我還要再重來一次再重新貼毛 把它貼成黑色的嗎 我真的很不想 因為真的 做這個熊真的很辛苦 你看很多人每天都這樣跑 可是事實上我每天都 我每天都期待 就是我早上起來 有人偷偷的把熊做完 可是永遠都沒有 我每次到工廠我都是第一位 然後都沒有人 我就是在那邊等人來 那終於有一個人 兩個人來 然後把它做起來 那當然在星期六星期天 人就突然就很多 因為都大家放假 所以 做這個熊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那時候我們在做熊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的田主任 就是桃園在地聯盟的田主任 我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希望我們做完這隻熊 我們可以像黃色小鴨一樣 就是到處去跑 那為什麼要到處去跑 因為我很清楚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熊的目的 就是要做抗爭的 那去做抗爭 你把它擺出來 它會熱一陣子 那你如果沒有再做後續的 就沒有人會再來關心這隻熊 如果今天我們像黃色小鴨一樣 到別的地方 那會引起別的地方的話題 我們可以幫助別的地方 它的破千戶 然後或許會更多人的關注 不只是小熊 還當地的這些破千戶的他們的居民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往桃園的另外地方 去找尋下一個目標然後來做移動 那在做完以後 我們真的面臨很多問題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那個經費補足 然後就突然就是又要怪手又要掉車 然後我們甚至我們把它架設是用 我們把他架設是用 我這邊有個照片 它裡面會有一個柱子 這樣子 就四根柱子 那這四根柱子它是在土裡面 它上面絕對不可以有任何的 比如說橫向的 因為它如果橫向的話 我整個身體沒有辦法插進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找那個鐵工的 就是也是每分所介紹的一個鐵工師傅 然後他來看 然後他看到我們的熊 每個看到熊就是摇頭 這樣說這不可能 你要怎麼把它架設起來 他們每個都跟我講說 你可以後面啊 用個東西把它架在土地上啊 或是說怎麼拉線啊 然後固定在地面上 可是我的想法是 我今天做這個熊 然後如果還看到後面還有鋼筋 撐住它的頭 我就覺得 一點都不敢要朝這個技術 實在有夠爛 所以我那時候想 其實我心裡都已經有個想法 就是把它插在地上 那在製作過程啊 也很多人跟我們講說分享 譬如說玉兔為什麼那時候燒掉 就是因為他們在做焊接的時候 因為一焊的時候 它低下來是幾千度 它馬上就夠起火燃燒 所以我們就吸血 就教育人說我們絕對不可以做焊 我們焊呢 只能在地底下 放進去以後 土埋下來 就再來就不能用焊了 所以我們到時候放上去以後 我們就全部用木材把它框起來 把它固定住 所以我們從玉兔身上學到一些經驗 然後也是要感謝他們 然後這樣子我們才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就是你剛看到是沒問題 他們的簡部放上去 那在這個過程 那當我們這個做完以後 其實我們當天我還沒有做完 我們開記者會的當天 的前一天 我們這些幹部還一直請我說 我們要怎麼 明天是那個開幕 可是我們沒有做完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要放棄 我們是不是應該怎麼跟記者講 那甚至當天 記者還有一個記者建議說 那我們就讓他躺在地上這樣子 把他拼在一起 我說我不要跟玉兔一樣 我就是要讓他坐著 然後大家可以去跟他親親啊 去摸摸他頭啊 用各種姿勢的拍照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當天 記者會 我們直接秀一個頭 然後呢 在記者會之前 我們還有去台北 然後開了記者會 那因為記者會那天 我們東西還沒做好 那頭好了 耳朵也還沒做好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把它拍照 然後呢 就是你只看到熊的臉 你有沒有看到他耳朵 然後看起來就是很完整 然後金色的熊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用這個東西 然後把所有記者都騙到我們那邊去 然後那天真的來了 好多好多好多記者 我們這一輩子去看這 從來沒有去做那麼多記者 像那種TVPS絕對不會來的 然後中天也絕對不會來的 然後就是反正那種 國民黨的電視展絕對不會來的 全部都跑來了 所以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的魅力還怎麼辦 好多實在的 然後在 當然就是我們做小熊 我們在做小熊的時候 我們也不只是做小熊 我們還有周邊的一些展覽活動 因為我們航空城的範圍非常大 我們想展示說 航空城不只是 就是水尾這地方 它還有洪竹村 所以我們就會 像是在那個 三塊座的時候 有那個大浦的篇畫 然後在 然後在洪竹村它會有一個像急迫 就是把房子把它敲破那種遊戲給小朋友去玩 像這些東西 那還有就是我們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原本想說一個禮拜就把它結束了 可是我們才 其實我們真的花很久的時間 你看我們這樣過程真的很辛苦 然後想說 還是看可不可以再多留一點時間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有些樂團來表演 然後就引起很多的人潮 那天的話 估計好像有差不多六千多人 差不多六千多人 當天 那整個活動下來就將近差不多 我自己參加差不多三萬多 應該有更多 然後當我們熊做完以後 就是選舉啊 然後選舉其實我們大家抱著說 伍智陽就定了 我們自己 我們大家居然想伍智陽一定贏 我們航空城一定又繼續跑 我們一定會輸 可是我們就是不管 反正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想盡辦法 要把你拉下來這樣子的心切 所以結果選舉 一選舉完 伍智陽就被我們拉下來 而且那時候我在做小的時候 剛才有講到就是說 那個熊 他的衣服 然後呢 我刻意留了四條線 因為我們知道四都是不好的 然後 然後我就是故意讓他有四條線 然後穿藍色的衣服 藍色的衣服 代表是國民黨 我們被迫子穿了國民黨的衣服 然後 然後我們迷失在這個 航空城的世界 那其實就是我的心裡一個想法 那果真 那個 吳智陽就跟著我們腳步穿著藍色衣服 然後被我們拉下來 對 那 在最近呢 其實我們又想說 我們準備要跟小熊道別 因為我們真的想讓他在 在道別的地方去幫助其他人 所以我們就幫小熊做了一個聖誕帽 然後 這個聖誕帽差不多有兩公尺半 然後我們也是 第一天要把他放上去的時候 花了小熊 用罐手調不上去 然後就放棄了 然後第二天我們又請了罐手 然後又花了不少錢 那最終還是把小熊把他放上去 然後帶來聖誕帽 那 所以 這個應該是我們最後一個階段 在小熊在桃園航空城 然後 因為 當地居民還準備要工作 所以我們準備要把小熊 往別的地方來移動 那 就是 很幸運就是 剛好有在地的這些團體 然後跟我們聯絡 然後他們對我們小熊有興趣 所以目前我們也去看了福郡 然後今天也去看了高鐵的門面區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是想說 看那個 找一個比較適當的地方 然後 來幫助台中的地區 需要幫助的這些在地鄉民 讓更多人去關注到 就是 努力整理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當我們中間的過程 還有很多很多的辛酸 很多很多的過程 那不為人知的地方 那我接下來就把這時間的整理 我們來跟解 讓他來告訴你更多 不為人知的地方 謝謝 謝謝 各位台中的朋友大家好 好 我不是台語系 可是我很會講台語 我講說 你們當中的蛋白血是哪一個小朋友 你們當中的味道 哪有這麼多 啊 奧古林 跟我隔壁 跟文松老師比較近 那 那個 我就是來自 那個 水尾地區 就是那個小熊家 小熊家 坐的那個對面就是我的家 我們已經 市居在那個地方 超過一百年以上 應該是從我的主婦 一直到我的公公 到我先生 到我未來的孩子 可能都會想要住在那個地方 安居樂業 那那一片土地呢 現在都還是一起到座 然後一起休耕 然後所有的人都安居樂業 原來航空城炒了沸沸兩兩 將近二十年 從來我們都覺得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那畢竟是在看不見的那片 竹林以外的事情 可是呢 沒想到去年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二年 葉士文從營建組退下來之後 就來當吳四陽的白手套 輕輕一化以高鐵為界 水尾地區就進去了 然後呢 水尾地區就南青路 富國路 南崁路到八國路這一段 各位知道那一段 政府要搶人民的土地是非常有計畫的 我們那一段在南崁都市計畫 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所有的房舍都是農舍 一定沒有建造 因為不能合法建造 就是就地把老的房子改建 叫農舍 可以住也很舒服 重點是 以後如果政府來徵收 只能拿七成的補償費 然後呢 所有那一塊地都是農地 農地要取得最簡單 因為農地便宜 然後呢 農地農舍 一夕之間大鼻灰 全部都變成住山 就是變成可以建大樓 那以後獨立誰 就是政客 不要說是政治人物 就是政客 財團 還有政府自己的官員 全部都是三種人在破壞我們老百姓 那麼剛開始的時候呢 103102年的時候 就開始展開很多的所謂的說明會 那個說明會是他說的不明白 我們也絕對聽不清楚 各位知道嗎 農民都是最弱勢的 所有的嘗試都是非常非常平急的 我每次都問隔壁誰 我就是剛剛保宣講的 只剩下一棟房子 30坪在那裡 可是以我那個房子的老舊 大概換不過15坪 那如果我要再去外面買房子的話 怎麼辦 然後我的房子很老舊 一直想要翻修 所以第一場說明會在洪鼠中我就去了 我就第一個發言 因為那裡面的氣氛非常的悶 去的人大概十個裡面 有七個人都是仲介 這個長空城的案子下來之後 最忙的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政客財團 另外一種就是仲介 每一天到家裡來拜訪的名片 加起來這麼厚一撇 名片 他們都很想買我的土地 所以呢 我第一個站起來發言 問他說 我房子有點漏水 老舊我想要翻修 你覺得OK嗎 他說我建議你不要翻修 所以我是真正的受宅 我的家裡的環境 如果各位看過公事 那個我們的島 在炒菜那個阿嬤就是我啦 有沒有 而且我家人已經那天被造很不堪了 擁擠 然後還就是很老舊 可是不能翻修 他說不能翻 好我就回來 那回來之後我在想 你這個政府啊 每次在那裡講話 30年等我眼睛閉上 都還沒有建設到這裡 我們就不理他 結果後來有個鄰居 他的弟弟以前是 曾經在桃園縣來哪裡的建設局上過班 他說他弟弟覺得我們應該申請保留 所以我們也做過一次保留 那個保留就是把 反正啊 灑的事情一定 這些事情一定要灑人出來做 我就是很灑那個人 我就開始去搜集所有人 說告訴他們說 有什麼行情保留 這樣好不好 結果保留的那個 那個申請書呢 送了一份給岩建署 一份給桃園縣村府城下發展局 他就回給你 收到王德 王德發是我先生 收到王德發軍送來的保留案件 總共幾天 就這樣子 石沉大海沒有訊息了 一直到今年的6月20日 我記得6月23號吧 還是22號 忘記 就是6月 早上6點5分 我還在那裡 好夢方攤 還沒有大眾出行的時候 我的一個朋友做復活路叫利丘 他是我 很要好他還是被證收入 他說沒分今天我們要去立法院 你要不要去 我說不行 今天我有事 其實我那天 後來我才跟他坦承說 那天我就要去唱歌 各位知道 像你們說 退休的歐巴桑 每天做什麼事 我說啊 你不要笑 請問這家歐巴桑 做什麼事情 每個禮拜 去學校當兩天的志工 然後呢 學學國話 學學書法 參加讀書會 有空的時間 就到那個老人店 那個阿公店 一個人頭100塊那種 從11點唱到下午5點回家 還可以走飯 這樣也很賢慧了 對不對 都不用笑 我每天過這種生活 我說那天什麼也好 要去唱歌 我就跟他講 你請我今天不能去 不然的話我請隔壁的阿酸姐 還有拖心鴨 還有阿如鴨 跟你一起去 我就死派這樣子 結果 我回來問他們 他們都不要去 沒有人認為這是有必要的事情 沒有人 大家好 為什麼有一句話 我今天常常掛在嘴巴 叫做冷水煮青蛙 就是青蛙放在水裡面 你不要給它加溫 慢慢的加一點點溫 有一天他的嘴巴打開開這樣子 他不知道他怎麼死的 他不知道他怎麼死的 我們那時候就是那種冷水 要被冷水丟在冷水裡面煮的千花 所以呢 那天綠秋很可憐 他自己單槍匹馬 他真的就到立法院去了 結果 感謝那天 他遇到了寶瑄 之前遇到了田啟風 這是我們桃園教育產業公會的 那個主任 田主任 告訴他們 原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申請梯組航空輪計畫 因為 我是在蛋白區 因為蛋白區 完全沒有必要線跟公益線 從此以後 我一直認為 社運跟我哪有關係 太陽花才小孩吃百歲 你每次都在法院 對啊 什麼 什麼 洪中秋的事情 外面要中山 又在那邊遊行 反而 我們再用電省一點就好了 結果 人生是有額度的 請你們相信 我的 抗爭的額度 我的社運額度 從今年六月份展開 到現在剛好滿 到今天剛好滿 六個月請你們給我拍拍手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從七 七月一號 客家電台到萬壽宮 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第一次來拍攝的時候 我這輩子 很 在電視機前面 攝影機前面 大聲擠出 我們很多人幫 我剛好看你的客家電台 我沒有什麼工作的事情 從那天開始到七月二號 到環保署 因為桃園立縣捷運那天要通過 各位我們看到了痛心事 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立委 我們每一票選出來的鄉長 帶著農會的那個那個什麼 李市長 用一艘的人去那裡 趕快通過捷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地底已經草到機場裡面去了 如果捷運不通過 他們的錢都卡死在那個地方 那後來就開始了 到七月初 我們去營建署 各位 營建署 就像文東講的 給你三分鐘 我告訴你 都台上一排的那個審查委員 沒有人抬頭看你一眼啦 每個人都語言不響啦 三分鐘 講完就下來 我們去了三四營建署 最後一次是七月二十九號 三十幾度的高溫 我們動員了一策的人 各位不是像你們做年輕人耶 自古代勞咧 都是那個頭髮白白 七十幾歲八十幾歲 都是我一家一 那一家一屋去求他 他說阿孫姐啦 不好意思啦 我這人叫貝子來去 因為 各位 我們沒有一分錢 每一次動員到台北去 車錢自己付 便當自己付 水費 連水都要自己付耶 那七月二十九號那天 我們就失望了 因為那天 他就初步審的要通過航空的計畫 然後呢 每一次都這樣 到縣委會去 議會總質詢 找了一個許青森議員 也是跟我們語言不詳 那個立秋一上車 就滔滔大哭 他說我們怎麼對得起你們 今天我們請你們來這裡地方 他質詢竟然今天帶過 原來他有草地皮 他怎麼去質詢吳志揚 我們的無奈 我們的悲哀 然後呢 再加上在地居民的不懂事 我告訴各位 如果我跟立秋放棄了 我們就是像那個 砧板上的那個豬肉 你要老闆兩間梅花肉 一斤開股 我們就是那樣的人 那樣的角色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 我們反 這個航空城反破建聯合 每個禮拜四晚上都有個會議 然後呢 好啊 吳志揚很高大 一看有業表辦地景藝術節 剛好那時候 魯竹鄉公所那個鄉長 現在的區長 楚春來也是草地皮草最兇的 他在11月1號2號原定 1號2號8號9號 他那個公告出來 他要在我們外設的坑子西辦辦一個花海節 那天開會我就說 我們要不要來打一下楚春來跟吳志揚的臉 結果呢 欸什麼話都不能亂講 就這樣子 大家就開始熱起來了 只有保鮮一個人偷偷跑掉 他覺得你們這群公子 我要趕快走 不要參與你這個瘋狂的行為 然後 真的 所有的惡夢 從十片木星夾星版 六千四百五 你不要說六百塊差很多 六千四百五開始 好 他就說 他跟我的朋友講 文宗說 立秋我們明天要叫十片木星版 我聽到以後 什麼話都不敢講 乖乖去叫十片回來 然後就在我隔壁那個阿春鼠家裡 就叽叽叽叽叽叽叽 那個就一個桌子喔 然後那個文宗老師就把那個電腦拿來 就開始畫 然後就叽叽叽就起來 坐起來了啦 好可怕 然後明天又要十片 然後那個十片之後 那那個十片 那那個十片 還不是這個東西喔 你知道裡面那個十片好了以後 外面要貼什麼東西 然後重點是 有一天我去外面辦個室回來說 文宗老師 因為他中間缺席了十片嘛 欸整個熊的頭不見了啦 我問說 他說這樣 阿姨的頭咧 阿姨的頭 阿姨的頭 我那天我二號部說 掉頭回去 我回去差點哭了 那個 那個東西喔 你怎麼可以把它拆掉 你怎麼沒有問過我 你要讓我還好好的拆 每一片都要歸位 我說那這樣兩個 我回去就看見他們說 熊頭被那群畜生拆掉 被那群畜生拆掉 但是其實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那個熊的頭 放在那邊喔 讓那個進出 還有那個車子 完全就是進出會成問題啦 我們要體諒他 結果喔 刀天之性 刀天之性 我講到 講到說這個抗症 我應該那個事情是要給國中老實講 各位知道 這個沒有公益性跟沒有必要性的 那個那個徵收 其實是一個滅農政策 因為那邊的人全部都是農民 他們每一天呢 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早上起來可能去打槌球 或是去運動回來之後 吃個簡單的賣天粥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菜園交菜 然後或是去看看田裡河水 或是需要撒個農 撒農料 或是需要那個施肥 然後呢 八九點 大家忙完了 就來隔壁泡茶 喝瓜子聊天 聊天就這樣 聊完中午 回去吃個午飯睡個午覺 傍晚又去種田 他們不是為生活而工作 他們是為了熱愛那個土地 為了那一片 為工作而生活 他們如果離開了那一片土地 各位 很多人問我說 阿妹倫不太奇怪 如果你們離開也請給你 沒有錯 徵收之後 可能要去買個電梯大樓 或是要搬到別的地方 第一 朋友的感情散了 第二 如果住公益大樓 年輕的孩子一定想要住公益大樓 告訴各位 如果把這些老農夫放在公益大樓 五年之內 一定全部上雲端 要跟他們全部上天堂 上雲端全部死光 他們無聊死了啦 真的 你要相信我 因為他們已經像鐘擺一樣 一輩子都過這種日子了 你讓他們死掉 然後呢 他們現在每個人非常有尊嚴 每個月有七千塊的老農警貼 還有農保 可是各位如果他們沒有農地之後呢 這些會不會被取消 當然會啊 政府就要破壞你怎麼疼 再花這些錢 然後他們又回到以前 生手跟孩子要不用錢的時代 你看 對他們來講多麼可憐 我曾經問我隔壁的叔叔 我傳一個人有咬二爹 賣掉那個腳伸到這鍋 他說怎麼 好一點人啊 好一點人一腳伸到這鍋 就很老辣 對啦 我是不是這個人很老公大義的 對嗎 好嗎 好嗎 好 告訴我 告訴我一句話 你不要聽到心裡去 告訴我 我告訴你 這便爹 我如果說 給我們老爸這麼多 我們老爸這麼多 我們老爸這麼多 我如果給我們兒子 老爸要賣掉 我看不見了 但是我如果叫我不是賣掉 我一定要靠 真的有一天 東森來訪問他 完全沒有套招喔 他馬上一個人就料出來 如果你們曾經看過東森 他想說老農 港公神過錢老農 傷心落淚 那個就是我學妹的叔叔 很可憐 這些人都是一樣 所以呢 我們就經過這樣子 不斷不斷的 還有在地居民要聯誼啊 沒事都是很辛苦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求助我們 各位知道 我們如果沒有保鮮的帶子 沒有田啟風田主任的那個協助 沒有文宗還有美林 他們已經這些革命先驅來帶我們 我們不知道走多少圓網路 所以我現在非常感謝他們 還有回到小熊 各位 沒有一毛錢耶 錢要從哪裡來 我跟立秋兩個人開始 我派胸虎那天 第二個禮拜開會的時候 我說說我跟立秋負責五萬塊 我告訴各位啦 超過兩個五萬塊的啦 那錢從哪裡來 一定要從在地居民告訴他們 一定不斷的 我們兩個人好像 翁立秋 我們兩個來選議長一定到的 來 一趟上班拜託 要去動員 要去抗證給他拜託 人家見面來開會也拜託 我只有每一次如果他們來開會 我拜託我拿起來 就跟他們講說 各位 廚民、隔壁 各位好友 好友 好友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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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做三次大家趕快來 不要跟班長家這樣 這樣才不好 是啊每一次都是要這樣子拜託 好我們去墓前來之後呢 好啦 墓板一片一片的叫 每次的文宗老師一來說 怎麼還沒人 就要感謝棋楓 田棋楓 他下次可能會很碰面 他就要上網去 他多麼厲害 他說 招募對藝術工作有興趣 然後 就是寫很美的文章 然後最後就有一群茫然的孩子 那時候真的真的真的 就來問路喔 聽說這裡有在做小熟 趕快的趕快來啦 真的啦 各位 真的我要感謝在這裡 真的有時候想在那邊緣 感謝所有這些孩子們 感謝他們從開南 從中原 從台北 甚至於很多人是上班族喔 他早上是那個快遞 摩托車快遞 一天上網36件 下午趕快來坐 坐到晚上趕都趕不走 曾經有一個 在棕油上班叫陳庸 一個年輕人 他下班之後就騎了腳踏車 直接從電油場 棕油過來我們那裡 有一天他媽媽 快要完成了前幾天 他媽媽帶了那個橘子跟香蕉來了 他媽媽來幹嘛 把他孩子要回去 那個小孩子下班了 從來不回家 然後這裡坐完了以後 就直接回公司上班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睡 有沒有吃 甚至都沒有回家來洗澡 我們都勸他 他還是不回去 我就感謝這些 如果沒有這些人 我們在地居民 能夠幫忙 只有差不多五位 然後呢 最主要是那藝術家的腦袋 我們想把它扭下來 所有人 所有人怎樣 沒有意見相反的 他不會跟人家講第二句話 所以那個立秋千球萬球 他的朋友那個 從小就做木匠的 那個真的是科班出身的師父 他說 你這不行 你如果跳得不行就照樣 他就走掉了 然後我跟立秋兩個就在後面發愁 他就說 一切交給老天爺安排 不然怎麼辦 所有人沒有去看過的人 沒有一個人說 這個事情 我那個外甥 那個做鋼鐵的外甥 我去跟他講說 徐董 我現在來使你的鋼鐵 你做我的 你做我 我做你阿姨做好 你做我的外甥很衰 我現在要給你 不要錢 他就說 你怎麼這麼傻 給他徵收 你又有錢 我去報告 我講了半天之後 我只能講到一句很不好聽的話 我說 我告訴你 我的空情不爽 他說 你又有信念 你那多少天都給你 你又有錢 我再說 你又有信念 你又沒想到那久了 我就坐在那裡 沒信念 不要讓他 扭大條 扭大條 然後就給我來了 四根好大的鋼鐵 我看他推一邊倒 然後我說 中間還要橫的 他竟然給我來了 二十一根 那個 西行鋼 每一次都三十下 你總共八十幾噸 怎麼可能用到那個東西啊 然後他人又在高雄 而且那個一掉了 我就要賠錢 他說 阿姨 我給你用都沒有關係 不要丟 丟掉 丟掉一公斤我就要賠六塊錢 那幾十噸 趕快叫他載回去 又是他四根留著 總而言之呢 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每一天回去 我跟我先生結婚了快三十年 從來就是我走 我向左走 他向右走 只有在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真是情色合理 我說重點 重點 每天晚上我剩半條麵回去 躺在床上 他就問我說 阿老婆 阿姨好嗎 不要問了 去問問我 你不要問了 去問問我 阿公師 不能問 阿姨不問說 可以 如果我快點睡了 那時候每一天 我吃不下 也睡得很少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 當志工來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心啊 我要幹嘛 我要餵飽他 我跟立秋兩個父子餵飽他們 他們後來有一次我們 整個工作完成到 燕旦節前幾個禮拜 我們請他來聚餐 他們說 我們那時候來就是 就是會有懸念 我們做了以後就想說 明天不然有沒有人會去幫忙 不然可不可以完成 他們對小熊就有懸念 然後更重要的是 來這裡就可以吃到 好好吃的東西喔 然後每天都餵得飽飽的 文童老師說 沒問題 不要這樣餵我們 你先餵豬 那個點心吃完 晚餐就來 晚餐還沒有消化 點心又來了 那我們只能用這個消極的辦法 所以剛剛各位看到那個縮死攝影 所有的人沒有一個閒人 各位知道嗎 小熊喔 身上的布 除了 木頭的結構之外 貼了木片 貼好的 木片不是這樣貼上去的 每一個人叮叮叮 我們那次 鎖營右舍 家裡的鐵錘都缺木 全部都被小孩拿來聽的 所以這個裡頭 我常常說 有淚水 有汗水 還有血水 因為不小心聽到手指頭 還有呢 所有的外面的布 還有那個 那個藝術家 還要防水 還有防水的啦 鐵錘防水器還不行 裡面的底部還有防水 防水一碼多十塊錢 那個時候是錢耶 真恐怖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每一步是五十碼 一百碼再買回來 從鐵錘街買回來 以後每一刀再剪 剪完以後 慢慢貼上去 然後呢 後來才發覺 總共造價不到十一萬 可是後面的工程碼 要了我們超過十幾萬 那各位你知道嗎 董事一月八號九號開始 只要有人 人多的時候 他們就說 美芬姐趕快來工商服務 各位 這個很客氣的啦 我連外大個耶 很棒 好大 我要去做什麼事 我幫你們做什麼事 我說各位 歡迎各位來到水尾地區 觀賞我們的迷思小熊 你們看到第一個印象 你說哇好大 你們沒有見到 看到圖片也很小 真的好大 然後第二個印象一定是說 第二句話是說好漂亮 可是漂亮的背後是什麼 就告訴他們 歷史上 台灣徵收史上 最不光不益的徵收話 你腳下站的土地還在耕作 我們在這裡的安居樂業 你轉個圈360度 你看到一眼看不完的房子跟土地 這樣在五年內 都會被移為平地 這個移為平地要花掉多少錢 花掉我們喔 我們不是只有我喔 兩千三百億 是不是關係到你們的事情 關係到我們的荷包 所以我們要一起來審議 最後五分鐘之內 我們要拖回到一個地方 藝術家 記得算到製作小熊飛 沒有算到工程款 我們的資金還有很大的缺口 各位 如果你把我當成你的阿姨鄰居姊妹 每個人花一杯咖啡的錢 每個人花一杯咖啡的錢 一百塊不嫌少 一千塊剛剛好 我會捷你吃完飯 拜託你們做小熊缺口 我就是每天做這種事 每天 結果我們有誤到一些款 又解決一些我們資金的缺口 所以總而言之呢 我覺得時間很短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以後有空的話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 這麼多熱誠的人 如果小熊把他移在這邊 剛剛我們還沒有開會的時候 我們的partner已經打電話問 小熊決定去哪裡了沒 我說大致會在台中 所以他們都很關心喔 因為我們有感情喔 各位知道嗎 小熊在來開記者會那一天 我跟立秋兩個真是抱頭痛 因為我們兩個人已經快要瘋了 面對的是這麼多的事情 這麼多的缺錢 還有一個那麼苦惑的藝術家 我們不能跟他講半句武力的話 他絕對丟手丟手 然後我們怕注入他 我們敢怒不敢言 我們都好笑耶 小熊都嫁好了 只是這個手邊有點這樣 你趕快點禮拜一 要去動員很多藝衡來 把他勾回去 我跟立秋講說 立秋跟沒人可以 叫我們做出的事情 你剛才幾歲了 要怎樣 他一定要這樣弄 他不這樣弄 他睡不著 所以總而言之 不堪為首 但是我們也非常信心 有這麼多人幫忙 而且喔 因為小熊 來參觀的人 其實保守過去超過四五萬人 每一次經過我這樣 不斷的講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成功的 用一隻可愛的小熊 打敗了五隻羊 我們讓鄭文看上 鄭文看上了 鄭文看上了 我們就可以百年好合嗎 啊 對不起 政客只有三天心 只是說 我都一直在拜票的時候 我跟很多人拉票的時候 他們說 啊你是以民進黨 我說不是 我告訴你 美芬姐家裡好 要燒起來了 如果鄭文看跟郭立華 郭立華 郭立華是另外一個私語言 我都這樣子講 一定要有去監督他嘛 鄭文看跟郭立華選上的話 就等於消防車來 叮叮叮叮叮叮 焦了我 我不會冒煙 那至於裡面的東西 焦爛的 我自己再來收拾 你讓我有喘一口氣冷的空間 那我是在蛋白區 我很希望 我的虛地機關是桃園縣政府 我們曾經一百次問城江發展區 你要水尾這塊地區做什麼 他們答不出來 而且絕對答非所問 為什麼 因為他要利用你這塊地 賺錢去還他的選舉的支票 所以我最近在看你本書 叫做原廠做的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他在講 台灣不管是正式教育經濟 都是一個共錯結構 你看老農今天從三千 然後為了要討好你 下次說 我當選了縣長以後 老農今天提升為四千 到最後要七千 這是一個共錯結構 這些農民有這麼窮嗎 根本沒有 可是重點是 你要去對信這些競選的支票 你多一點搶農民的利不可 劉正宏不是有一句名言嗎 誰靠沒有錢 土地那麼多 所以逼死人命了 大賭亂 秀春姐告贏了 可是先生走了 房子拆了 土地被一平 有用嗎 所以請各位 今天這麼多年輕人來 我總是給你們啟勉一句話 為什麼 因為柯一聖導演 有一次曾經來 柯一聖導演 他也是一個社會運動的 非常熱衷的一位導演 他在看完電影之後 住在三里島那個電影 看完之後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看這麼多的社會運動之後呢 他覺得台灣已經悲觀藍綠了 一定要有個第三勢力 就是年輕人要出來 所以這一會我很高興 全省的選舉裡頭 我們王浩宇 我們台語市的市議員 還有很多年輕的里長都出來了 如果你們可以一本初衷 夢望初衷 可以保持原型的話 台灣才會有救 那唐公主的議題 其實還有無限的長遠 需要你們無限的關注 如果你們需要其他的人 其他的不同的對象來講 聽不同的話的話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來 我們也可以來 你們可以去我們可以來 大家一起在這地方關注這個 台灣徵收史上最不公不義 最不要臉 最害人天文的一個徵收案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時間 我叫每一分 我的菜都沒有分 都自己吃了 你們要記得 我叫我蔡阿姨啦 就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你們 歡迎來到